網友兩年前被診斷有高血壓 最近突然雙腿無力 走路喘到不行 是不是心臟有問題 那高血壓久了以後 當然也可能造成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造成心臟的收縮變長 所以說在做比較劇烈運動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有心有餘力不足的情形 有高血壓的人 血流在血管內的衝擊大 血管為了應付衝擊 會往內和往外逐漸增後 使得血管變窄血流過不去 當患者運動需要更多血 來運送氧氣到心肌時 血液過不去就會感到失利 因此會有腳軟的症狀 運動是好事 但是運動不代表不會生病 因為很多人除了運動 他還是繼續的抽菸 他的生活勞累壓力很大 或是他本身家族有一些血糖的問題 血脂肪的問題 那這些還是會引起疾病 你明明就平常只有在運動 開始體力表現變差的時候 第一個還是要高度懷疑 是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還是建議到心臟科做一些仔細的檢查 生活中心,我看的報導